6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域获国加安选法后数个小时内, 香港多个带有港独色彩的政治团体宣告及时解散, 已有店铺决定退出黄色经济圈。 香港自身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接受中心的专访时开宗名义的指出, 国安法为社会所带来的转变已经很明显。 陆续解散的团体包括香港重制、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等。 汤家华留意道,这些团体的共性在于成立时间不是太久, 粗拥者以年轻人居多,且政治立场一向在自觉和独立之间游离。 我觉得这个改变目前都已经立刻可以看到了。 究竟之后在香港的政治形势会有什么改变呢? 这班人会不会就此放弃或者被逼走向一个地下运作的模式呢? 我觉得现在去叛徒都是言之上早。 但是很肯定来说,在表面上已经是令到一些公开港以自觉或者独立为他们的党纲的一些政治团体, 就令到他们停止运作。 对于有人退出团体时,宣称会将有关团体转为海外运作。 汤家华提醒,这种行为仍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 相关条例的效力范围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汤家华指出,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罪行,依据香港国安法最高格判处终身监禁。 他劝于香港年轻人在法律面前不要存在任何侥幸之想。 大家要明白,国家安全的罪行是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行, 因为你所说的,不是伤害一个人,而是伤害整个国家, 可以说是14亿人民,所以在一个这么严重的罪行, 我觉得不应该存有任何的僥倖之想, 说我不要紧要,我都是玩玩而已, 或者到时会碰到一位守松的法官,而从轻发落。 那么严重的罪行,香港年轻人应该以生事法。